各位這場的媒體朋友 那各位收看網路直播的國人朋友 大家早安 那在今天的記者會現場 讓我介紹幾位貴賓 也來參與記者會 首先是總統府 李俊逸副秘書長 那還有這個外交部 余大雷次長 那等一下余次長 也會就行程的部分 跟大家做說明跟報告 那總統府PLUS發言人 以及外交部拉美斯 謝廟宏市長 那今天在這邊召開記者會 跟所有的國人朋友 以及關心的好朋友 大家報告說明 我國友邦宏都拉斯共和國 新任總統卡斯楚閣下 的就職典禮 即將在台灣時間1月27號 來進行 蔡英文總統特派賴清德副總統 擔任清賀友邦元首就職的特使 那籌組特使團前往宏都拉斯祝賀 那這次特使團的團員 包括總統府李俊逸副秘書長 外交部余大雷次長 駐美代表蕭美琴大使 以及總統府發言人古拉斯 除此之外 因應防疫的考量 衛福部桃園醫院的副院長 陳厚全醫師也將隨團擔任防疫官的工作 那整個訪問團 包括團員 隨員 維安人員等 共計26個人 特使團預計將在台灣時間的1月25號 啟程 那在1月27號 抵達宏都拉斯 也將在1月30號 返回國門 展開為期 6天5夜的 任務 為了旅途的安全以及便利 訪團也會有過境的相關安排 那過境的行程 會待確認之後再進一步的向社會各界來報告說明 那總統 這次也期許 賴副總統以及特使團 完成 三個深化的任務 第一 深化邦誼 我國與洪都拉斯建交已經超過80年 洪都拉斯這幾年 來 特別的 支持台灣在國際的參與 那洪都拉斯也一直是我國在 中美洲重要的友邦 蔡總統期許 藉由這次的出訪 再深化彼此歷久彌新的深厚邦誼 第二個深化 是深化合作 那長年以來 我國跟洪都拉斯在經貿公衛 教育社福基礎建設 婦女婦權以及 農漁業等多項禮遇 都有很密切的 合作關係 尤其是 中美洲 近年來 是具有發展潛力 跟充滿機會的市場 總統期許 透過這次的出訪 再深化彼此的合作關係 互惠互助 增進兩國的福祉 第三 是深化民主台灣的國際參與 這次的特使團也是代表台灣走向世界 蔡總統不只期待未來兩國在國際上能夠繼續相互扶持共同促進發展 也期待我國與洪都拉斯等理念相近的國家持續攜手努力 對各項全球議題做出重要的貢獻 台灣也要向國際社會展現 民主的台灣 是有能力 而且有負責任感的 合作夥伴 除此之外 有鑑於目前全球疫情 仍然嚴峻 這次特使團 也在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延商之後 採取相關的防疫準備 除了配合各國當地的防疫措施之外 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 落實清潔消毒的工作 這次的訪問團 也將落實 防疫的三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專 包括去回程 搭乘專機 接送乘坐專車 住宿的安排 專屬樓層 不與其他房客混居外 在用餐的部分 也會安排 專屬的餐廳 或者包廂來用餐 或者在下他的 旅館 用房間用餐 並且 就像我剛剛報告的 這次的特使團 也有安排專業的防疫官 來隨團 第二 是篩 篩檢的篩 特使團在起程前 離開 宏都拉斯 以及回國前 分別會進行PCR的檢測 出訪期間 全體團員每日量測體溫 並進行 快篩 反國 抵達桃園機場時 直接在機場進行PCR的 相關檢測 第三個原則是 隔離的隔 依照目前 指揮中心的相關指引 並且 依照維安的相關考量 經過跟指揮中心討論 研商之後 特使團反國 PCR檢測 皆為正常 後 賴副總統 隨即搭乘 維安單位所準備的 坐車 返回台南的預所 進行 14天的隔離 以及後續的 7天自主健康管理 其餘的團員 以及隨緣 也比照相關的 防疫規定 來辦理 我們期許這次的特使團 能夠順利達成 蔡總統 交付的 三個深化的任務 讓中華民國台灣 與洪杜拉斯 兩國邦誼 持續深化 讓兩國的合作 也持續深化 並且 持續讓民主台灣 深化 國際的參與 那麼接下來 關於訪團的行程部分 我們就請外交部 余大雷次長 向大家報告說明 謝謝 富民市長 兩位發言人 謝市長 各位同仁 各位 現場的媒體 及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在中美洲的 友邦洪多拉斯 將在這個月的27號 舉行 新任總統 Sumara Gastrov 女士的就職典禮 我們國際任總統 雁蘭德斯 以及 卡斯楚 女士 新任 這當選人 已經分別 致函蔡總統 邀請出席 就職典禮 考量出席 有幫總統就職 具有彰顯 兩國邦誼的重要意義 總統 指派賴副總統 擔任特使 率團網赫 以展現我對 台宏邦誼的 重視 訪團的陳其 陳如剛剛 歡迎人提到 在1月25號 從 台北起乘 桃園起乘 26號 當地時間抵達 宏多拉斯訪問 27號參加卡斯楚 總統的就職典禮 28號 當地時間 上午離開宏多拉斯 30號 禮拜天 反抵國門 全程 六天午夜 副總統 此次訪問 宏多拉斯主要目的 是代表 蔡總統出席 新任卡斯楚總統 就職典禮跟相關的 慶祝活動 包括 參加 出席一些 跟總統就職有關的 行程包括 歡迎酒會 就職典禮 國宴等 我們也會安排 賴普總統跟 卡斯楚 總統當選人 會有雙邊的會晤 來轉至 蔡總統的 制賀 以及就彼此共同關切的議題 來交換意見 最後就是 推動援手外交 是增進友邦高層清宜 政府重點的外交工作 也是當前我國推動 踏實外交鞏固幫 一個重要工作之一 這次是賴普總統 就任以來首度出訪友邦 行程 緊湊充實 相關節目都在 缺密的規劃跟協調中 外交部將會持續 與相關部會 及鴻多拉斯政府 通力合作 來妥善辦理這次 出訪 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次長 我們接下來 進行媒體提問 我們先就這次的訪問團的相關議題 來進行提問 我會請余次長來進行回覆 行程的問題 提問完之後 我們來進行實事問題的提問 我們請余次長 市長請教一下 因為美國本身是採取 兩劑的他們認可的 疫苗才能入境 那我們這次過境的這個情形下 跟美國方這樣子的協商 因為不同的採取是注射高度不是所認可的疫苗 那這個情況 大概跟美方之間協商情況是怎樣 這次訪團出訪 這個將按照 所經 之地的 這個防疫的規定來辦理 就這樣 請 請教一下 顧進美國的時候是有會安排一些美方相關的政要來跟副總統來進行碰面 另外部分呢在就職典禮的當中 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也會出席 有沒有希望就是賴副總統在這時候 如何跟賀錦麗來互動 傳達怎麼樣一個訊息 謝謝您的提問 方案人剛剛有提到就是有關於 這次訪團 過境會有安排 那有關過境的安排 我們這有關的相關的行政跟細節正在跟 過境點 政府在磋商中 等到有確定的時候會再跟各位分享 那至於 賴副總統在 宏多拉斯參加 就是典禮的時候 當然會應該 會這個 跟各國受邀的政要 以及特使 跟特使團 互動的機會是一定有的 因為都是參加共同的節目 所以我想 這個機會跟大家一起互動是有這個機會 來請 就想提問一下 就是有關於過境美國這一塊 目前一聽說其實在 當地 在西岸那邊 其實已經有 進行會晤僑胞相關的準備工作 想請教這一塊 然後 剛剛你有提到說 就是因為 副總統他是打了這個掛檔疫苗 那你剛剛回應是說 出訪將按照 做境之地的防疫來辦理 可是 其實我們知道說美國目前並沒有認證 高端疫苗 所以這一塊想請教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會跟宏多拉斯的總統 來進行會晤 那其實因為宏多拉斯的總統他在 選舉的時候 有 倡議說是 要跟 對岸來建交 那對於這一塊我們 目前就是 會進行 會希望說有怎麼樣的期許 謝謝 我覺得 有關您第一個 問題 就是 一樣就是有關過境點的部分 我們還在跟過境點的 這個 對方政府在 磋商中 等到有相關的 確定的時候 會在 適時的公佈跟大家分享 那跟有關卡士淑女士 總統當選人 我們 跟 他本人跟他的團隊都有相當良好的溝通 跟這個 互動 那我想他們也非常了解 台宏 我們去年 是建交八十週年了 我們在宏多拉市的各項 推動各項合作計劃都是 確確實實的 這個照顧他們 老百姓 那他們也 我想針對他 本人 這個 就任後 他所提到的一些 施政的重點 包括工衛 經貿 經濟復甦 還有 創造就業等等 其實這很多 計劃都是我們已經在進行中了 我們也很願意跟 他的新的團隊 就任之後 來一起磋商 來看 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如何深化兩國子的合作跟關係 還沒有什麼其他 還沒有其他人 好一個Follow out 市長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 我知道對於過境點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保護你到家 是不是擔心說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先對外講 可能會有變數 謝謝 沒有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跟過境點的 政府還在磋商中 相關細節還沒有 還在 尤其行政 行政一些措施還在 做一些敲定 所以一樣 等到 大家有一個結論之後 確定之後 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謝謝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就謝謝各位 謝謝市長 有沒有實施問題的提問 那個 先 好 先 官員想請教一下 那個總統過年會有發福袋的行程嗎 OK好 我想 我剛剛所報告的 賴副總統出訪回國之後要進行 14加7的 隔離跟 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賴副總統 當然會以身作則 落實相關的防疫措施 經過總統 賴副總統 跟蘇院長也做過討論 避免群聚 總統在今年的春節期間 不會有發紅包或付帶的行程 至於總統在過年期間的相關行程規劃 總統也會依照往例 在過年前 進行發佈 無論如何 過年到廟宇參香 拜拜 是台灣人的習俗 我們也在這邊提醒 過年期間要去廟宇拜拜的 國人朋友 能夠依照 指揮中心的防疫指引 做好各項的防疫措施 秉一 請教一下 怎麼看說政壇市長 黃偉哲 遭到週刊 就在大學期間 曾經 以大概一到兩千元的 這個物餐費的方式 來回報 這個所謂的社團的動態 那 怎麼看說他現在又陷入整個 憲民的一個風暴當中 我想黃偉哲市長 稍早已經有公開的說明 我們支持他勇於捍衛自己的清白 實際上 就30年前 監控者的 檔案 來做評論 或者是描述 其實都有失偏頗 也無法還原 加害者的結構 那這是 要繼續努力的地方 休等 歡迎請教一下 因為除了這個出港之外 現在我們跟台 日本的關係 大家要有關注嗎 那我們現在那個所謂的 輔導食品的開放 會建議就產生說 是不是有個時程表 那我們到底目前的一個進度跟 日方溝通的狀況 是怎麼樣 我想政府向來的立場都是 以確保國人健康安全為原則 以國際標準 跟科學證據 為依據 來面對日本食品進口的議題 以及後續的協商 同時 我們也會跟社會各界 進行 溝通 我們跟日本方面 跟社會各界 在進行溝通 如果 一旦有具體的 建築 政府相關的部會 也會跟國人報告說明 無論如何 政府會確保 讓國人 享用各國 健康無語的食品 沒有健康危害的食品 國際標準 科學證據 經過去年 一二一八的公投之後 台灣的人民多數已經展現台灣要走向 世界的決心 希望能夠參與 像是 CPTPP 等 高標準的國際經貿體制 那也是我們要 讓台灣走向世界 立足世界之處 還有其他問題嗎 一位 大家很好 就是那個 空軍 16V 遜值飛冠 攻擊 預計會在 29日舉行 請問總統會 出席嗎 總統會出席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到這邊 那 關於過境 的相關安排 如果有一段的 確定的訊息 我們也會進一步 實際的向大家 報告說明 我們會進行動 的